会根据29区的人口数 以及包括目前确诊的一个状况 还有是不是有些区域 它本身的风险是比较高的 所以比如说像以板桥三重新庄 以及在中和地区 这些人口数比较多 相对的这些卫生所 他们的领取的数量也会比较多一点 包括医院这边 我们都会透过这些医院 卫生所以及校园等等的管道 来发放这些快筛试剂 然后让民众来做使用 一早有卫生所派员前往领取 提醒民众这一次是属于公费快筛 并不是实名制 卫生局将以专案方式 发给相关的接触者 高风险疑虑的民众 进行社区监测 那么一旦快筛呈现阳性 民众可以再前往社区筛检站 或者是医疗院所做进一步的裁检 希望可以及时匡列染疫者 确保社区的安全 对不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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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